字幕視頻 又回到Big Boys Club 不論世界各地的人 都想自己人見人愛,車見車載 所以桃花當然是多過少 不過要適當控制桃花,要有甚麼辦法呢? 我覺得我不懂了 但要適當控制桃花,要問我們這位 你看他有一個氣場 法力無邊的Frankie,你好 你好,又是你了,Frankie 你教我們如何把桃花控制得宜 如果泰國會帶一些性物類的東西 有人會拜四面佛 聖滅佛也會關愛情的事 即是香港人去泰國也會這樣拜? 論香港人說去泰國還神、拜神 其實多數是在士隆的聖滅神 剛才在酒店下面路口的聖滅神 會有很多人拜的 但其實香港人去泰國旅行 是挺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拜四面佛 其實已經變成一個旅程中 一個必去的地方、景點 可能那人本身也未必是拜佛、拜神 他們也會去拜拜的 這樣會不會有些人說 拜拜不是很誠心的 又或者他們說回來還 忘記還,那會怎樣呢? 其實忘記還很多 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都… 就像你所說,去泰國 去泰國的一個景點 一定是去四面神的 去拜完即是求完 很多人都每年會回去還 但如果當時不還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些東西不太順利 我想知道什麼叫還? 通常拜四面神 他們會求事業或愛情 事業真的變成年齡了 四面佛會要求… 或者…不是四面佛要求… 或者我們通常會在這件事上 有一個規矩性的事 神幫助你 你要還給他 或者回向給他 但你聽到誰告訴你 你還什麼? 你要求就要… 在儀式上 四面神是會還的時候 就要跳舞 還給他一些花 你要還給他 你答應了我 你怎樣說呢? 你承諾了他幫了你 你一定要回去 其實是否… 因為我知道拜四面佛 也有一定的程序 不知道是由左邊向左走 還是向右走 其實是程序 應該是這樣說的 還神、拜神 我們習慣了就是 當我們求了神靈 那時候我們便會還 但如果你說不靈 就真的沒有回去還 但你說還什麼 怎樣還 是你自己說的 一般人求神也會 你給我什麼… 我就什麼… 你給我什麼… 我就疼黃子軒一口 我疼了我就疼他一口 那也不行 你要回去拜 因為那個神幫你 你不會說我還了 我帶一場麻將還給你 但我又想問 因為我早幾年 我都去過泰國旅行 我也是一般的香港人 我又去景點 那裡拜四面佛 當時那些人已經說 你記得你年齡就回來 但之後一直都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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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機會再去泰國 那他會不會覺得 哎呀你這個臭小子 你那時候求我 就在這裡說沒問題 現在你都事業順境 你又不回來 他會不會和我真的生氣了我呢 其實你在香港也有四面神的廟 即是不用一定去那裡 不用一定去神的一個 就是天上的一個 只不過… 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門路去到 不同的鑰匙 可能我在泰國這條鑰匙 有些人說特別靚 特別靚 因為它香火鼎盛 在那裡祈求的時候 豈不是特別靚 那你就真的沒有藉口了 那會不會說 其實如果你說神只有一個… 其實我挺相信一件事 就算你不是去那個廟 或者去那個公仔面前 你的心是向著祂的 祂也會感覺到的 那… 會不會是呢 那又不會太過懶 如果做得到的話,一定做 他想說給別人聽 即是我睡在這裡拜都行 我心裡一直想著 即是說泰國人 他們如果想催旺桃花 或者控制桃花得宜 他們可能也會去拜拜四面佛 四面佛有,像神也有 如果認識的,就可能真的會入廟 就是入廟找一些… 有些和尚是真的專科求感情的 那這些專科,你去到 好的,那我怎樣… 我怎樣看到你是有誠意的呢 還有有沒有試過沒有誠意 去了求到農考反絕,反效過 有沒有試過這些東西呢 如果這樣說 我有試過帶一些朋友去泰國 找一些師傅 當中有男和女 有試過有些… 他們真的未必是相信這件事 而因為我們一群人 全部去的時候,他們迫著要去 有時那些師傅看到 他們都會說,這個不用了 你沒有了 你不相信這件事 就是無謂大家要去爭論了 說了這樣 但是呢 通常他們的做法會怎樣呢 就是在額頭上寫一些符印 找一支好像小蕊子的東西 寫完之後,貼塊金箔下去 就幫你找一些油去擦掉 那這些會有 或者像一些符咒在身上 也會有 就是幫助一些感情運好一點 那些男生看到你 或者一些異性看到你 會覺得你漂亮一點 那你的額頭有夠金 當然是吸引了 是嗎 那是否通常就是說 如果覺得自己… 哎呀死定了,為何沒有人追求我呢 或者就算不是說要去到真的要拍拖 我只是想人緣好一點 不要那麼核人憎 都可以去求一個人緣符 感情符就會好一點 也會有的 看師傅落什麼法 就是有些針對愛情 有些針對人緣 有些工作 有些貴人也會有 那這些需要還的呢 就是會不會師傅說 現在幫你寫完之後 你搞定之後 你就要回來還的 如果師傅… 如果有一些師傅會說的 但是通常我們都… 就是很少師傅會這樣說的 就是說我幫了你 你要還什麼給我 如果這樣就是一個很刁的事 通常我們會怎樣做呢 做一些善事幫助人 即是師傅幫助你 你得到師傅的幫助之後 你去幫助人 做善事很簡單 我看到有個黑丐 我就給他5元 算不算是做善事嗎 其實是行善心 你可以覺得這件事是善事 但是有時候其實未必是錢的 可能坐火車的婆婆 讓個位置給他 讓個位置給大婦 其實這些都是… 真心 是的 你在心裡突然覺得 責心你要去做這件事 其實就已經是… 因為和尚這樣幫你 你去這樣幫人 別人得到你的幫 也可能去幫人 其實成為了佛家 所以和尚幫助你的出發點 他只不過借用你去求愛情 或者恩緣或者人緣的這個原因 這個動機 而去帶動了你去做了一件善事 就是和尚去幫你的目的 都是想去幫助多些有需要幫的人 都是在行善 行善的 其實他們也不會說 多少錢一個愛情符 多少錢一個人緣符 不是買賣來的 這件事 也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他們學了法之後有法 其實都是要普渡眾生 可以去幫助別人 是 不過那個動作就是這樣 你剛才說 例如在司法或是幫助別人的時候 頭部會搓一些油 可能會放一塊金箔 洗一些東西 那這些油是否那些油 這些油 這些是甚麼油 因為其實這次帶上來和大家分享的 其實多數都是針對於愛情的東西 而這支油 這支油是一些 香水 芥花紫油 香水瓶 其實是一些植物提煉出來的油 但只不過是那支符 其實這支油是幫助 當時他們叫 如果譯就叫做鎖心 鎖心的符咒 當你發現你的伴侶不太忠誠的時候 你將它晚上睡覺的時候 拿著它 就想著你的伴侶的名字 他的樣子 當你真正看到它的時候 就塗在他的皮膚上 皮膚可以了 沒有在哪個位置 頸、手等 總之是皮膚 這個人就會經常掛念你 這些就是泰國所信復的 一些所謂針對愛情所心的性物 但是你所謂針對愛情所心 例如你本身 你剛才說的 你本身已經有一個關係 甚至是有一個地狀 人家是有一點願意 有一個這樣的念頭 這樣才可以… 例如我只有鎖 如果那個人很遙遠 我這樣出閒就不行 一定要見面 或者我無法碰到它也不行 不可以的 一定要見面 這樣嗎? 這個會不會不用見面也可以?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見面的 這個就是點自己 好像師傅剛才的 其實也是香的 點自己 點自己的微心 讓別人看見你 其實泰文叫馬克森尼 就是所有人看見你 都會覺得你很漂亮 是 是的 這個比整容更厲害 這個比化妝品更厲害 這個更厲害 這個用甚麼提煉呢? 其實這些通常都是用植物去做的 不知不知道 其實在泰國很多做小姐 或者跳舞蹈員 全部都是用這類的 那那些藝人會不會呢? 就是藝人 你也是想別人喜歡你 其實有的 有的? 有的,多的 林峰有很多人喜歡的 我不敢說 你今天是否調查了? 是 我? 讓你知道 這個泰國很盛行 香港就不是… 就是說真的有很多人 這是甚麼? 其實這瓶是… 他們所說的薯精 也是關於感情的東西 師傅 或者伯徒師傅 跟黃袍,即和尚是不同的 那和尚和這些普通 我們所說的法衣師傅 他們的分別是甚麼呢? 我真的沒有東西 是嗎? 我沒有東西的 如果你真是泰國 我自願成功 但是會不會塗在嘴上也有效用? 有些是塗在嘴上 那很容易脫掉,你吃東西喝水就脫掉了 會不會有事才吃下去? 師傅說沒有,但我還未試過塗在嘴上 但師傅指明這個編號R167是塗在眉芯 其實每次出哪一種,他們都會說 這個是怎樣用,那個是怎樣用 而你剛才說的塗嘴,其實真的有一些是塗在嘴上 在嘴上有什麼特別功用? 如果是一些銷售的人,他們會塗在嘴上 例如我銷售東西… 他要銷售碟,他要唱歌 那你也有台詞,對吧? 對,我們有興趣,而且我的嘴上也很乾 剛才用來塗在嘴上 對,真的 有很多用的,銷售的那些會塗在嘴上 但你之前上一集說牌,你又說一些性物 其實那些是要啟動的,對吧? 那這些需要啟動嗎? 這些…這些膏類的東西就不用,這個也要的 這個很棒 這個又不用啟動,又不用念手 其實這些真的很通常 在泰國真的有很多,像你所說的 我真的當成潤唇膏 但是不是真的有效? 但看過哪一間寺廟或師傅所推出 真的有些師傅專門推出這些人員膏 是那些人一推出的時候在泰國排隊去拿 也真的有的 那有沒有師傅專門推出一些無奶膏 那些人一查完之後 每個人都覺得無奶,不要賣給你 如果你將師傅的教法調轉去做 這些… 我剛才有問過他 有反效果、弄效反絕、無誠意 是有的 即是他叫你… 你總之由左至右調查 你調轉由右至左 就變成人員膏變成無奶膏 例如我調查了之後 其實他們翻譯出來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算你很煩也好 人們聽到你會像小鳥唱歌一樣 但當你調轉去調查的時候 即是可能本來我是順時針 你是逆時針去調查的時候 人們會聽到你好像狗肺那麼吵 你在演唱會之前就買一瓶 是 你快要開展示 那你就調查對方向 那就對 但千萬不要調查錯 調查錯的時候 人們就會覺得… 搞得很糟糕 也會有這些 別說這個,越來越害怕 這瓶是什麼 其實這瓶是… 他們所說的薯精 都是關於感情的事情 都是關於所心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泰國流傳 一直流傳一些森林 一些人死去的靈魂 當他們沒有人去供奉 沒有地方的寄居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一些樹木裡住 一些樹林裡住 而當有一些師傅去… 即是他們會… 我們叫苦行僧 苦行僧就是… 他們會離開一些城市 去一些森林裡收斂 吃樹葉 而他們遇到這些苦行僧的時候 就會被這些苦行僧請出來 希望他們幫助別人做不同的事情 而得到他們自己的功德 那他們得到功德之後 他們就不需要再姑且叫做游魂野 對 就不用再躲在樹林裡 就可以投胎轉世 是的 但我也很有興趣 我們剛剛說的這些事情 就是一些在泰國訓練出來的 他們有那邊的道行 他們在那裡施法 也有那邊的規矩 就像你這樣 集了出來在香港 或者好像一些泰國人 來到香港那裡拜 會不會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甚至乎是弱了 或者是我們怎樣去把它做得正確呢 有什麼時差 你是不是要做一個小時 塗潤唇膏呢 用法上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不同地方的人的素質 可能有所不同 可能你說我用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會否有不同了他們的拜法 會否有不同的東西出現呢 其實大致上如果你真的說 我用這盒膏 都是同樣這樣塗的 其實一樣會有起效 但是只不過是有時候 可能身邊有些朋友說 為何有些東西在泰國發營回來 會好像變差了 或者不好了 其實可能你們所接觸到的東西 或者找到的東西 都未必是真真正正純正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去找這些的時候 也沒有說一些商業登記 或者一些Q什麼 就是說它是好的 你可能有機會遇到一些 本身的師傅 可能自己都未夠道行 或是他都有點斜 所以你求了一些東西回來 就不好了 我不敢這樣說 因為泰國有很多位師傅 但是我自己只會覺得 我們去找師傅比較謹慎 可能我們去對 或者我自己拜師傅學習 我們會更謹慎 因為如果一位師傅 如果依我們所說 你這麼厲害 你每一件事都吸引到異性 你應該排隊的 但是有時候你認識這件事 那些師傅就會更加修煉 就是這些不好做 他會更加教你 就是他真正用這些油 你可能說沒有拍拖 沒有什麼桃花 你真正用這些東西 那些師傅會經常教你 就是一個就一個了 不要幾個幾個了 但是很多時候回來 我們有時候在香港的朋友 都會說 今天就好像去哪裡玩 立刻查到一陣子 就是想多些人喜歡我 我不管 總之就要多些人喜歡我 但是什麼是正確的態度 你作為一個 你都掛念這個牌子 你是有法力的 或者一些好像我們 我們希望得到一些祝福 那什麼是正確的態度 因為這些東西 它的威力這麼大 你立心不好的話 其實很容易出事 是的 如果你用這些高 即是說 我真的銷售東西 我塗嘴 生意好 那你沒事的 你賺錢養家 或者你人緣好一點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些油 一些性 這個 它觸碰人 這個又觸碰 這個我的客人 我想他每個星期 過來跟我賣一次 這個也是 但是每個客人都喜歡你的 但是這件事 不是這樣做的 或者你 我今晚陪你 看看電影 明晚陪你 吃頓飯 九月九天 慢慢開始 你產生了 就是你自己的人心 是 當然了 令這件事沒有了 你遵游 你點完了 如果那個東西沒有根基的話 你也不能繼續 因為他沒有智慧 他不會說 這個好人 點他 這個不好人 其實有時候是人問題 你未必知道 或者每一個女生都希望 很多男生喜歡 或者每一個男生都希望 很多女生喜歡 但是最後 你會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是說 一夫一妻 我是需要找一個固定的人 但是我想問 你剛才上一集 我記得你說過 其實最有法力 最厲害的師傅 多數都是在山區 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是 那些師傅在山區 他們是否因為看破紅塵 所以他們都不會說 我都不是輕易出來幫人 做這些事情 未必是 有一些其實是說 他們是行動不方便 有些病 因為他們學習這件事 有時候 其實也會有些事情 帶來不好的 嗯 我認識的 有一位師傅 他本身是 中風 但是 他是給鬼醫好 鬼給了一些法力 就是叫他做這件事 當你不再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會離開 你就會繼續中風 你就會繼續坦了 真正去修法的時候 可能都要在森林裡 周圍去看 打坐 你的心不修不靜的話 你就不會接觸不到 境界的事情 是的 你就未必會接得到 跟這件事通得到 是的 師傅 或者白袍師傅 跟黃袍 即和尚是不同的 那和尚和一些 普通 我們說的 白衣師傅 他們的分別是什麼呢 其實和尚會搜216條界 就是所有的事情 可能說 十二點鐘不吃 女生不吃 甚至乎 會比較多的界條去搜 而白衣師傅就變成 沒有那麼多限制 就是沒有那麼多限制 可能他會用一些人的骨頭 就是去起別人的屍 去做這些 關乎於 因為其實你所說的人緣 愛情或者財運貴人的東西 其實都是這個世界的東西 我們稱為世間的法 而這個世界的東西 就要用這個世界的東西去做 循環再用 但是我又想問一個題外話 泰國的佛教和印度的佛教 或者和我們中國認識的佛教 有什麼不同 或者有什麼分別呢 印度是原出的 泰國很多東西都是跟 有一些東西 應該是四面神 像神 都是印度的神 而中國 應該這麼說 佛教是一致的 但是他們的和尚 或者在禪修理念上面 其實中國的 我們屬於大乘 修心 修成就 如何打坐 如何人清心 但是泰國屬於小城的話 就會著重於法術的東西 法術的東西就是 你能夠在 或者用這套法術 在這個世界裡得到什麼 而你滿意的 你再去幫人 就是這樣 那應該 但是你說 那個開端 開頭是大家都差不多 那你可不可以 我們 譬如我不說姻緣 我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想生孩子 那他應該拜一個什麼神 他想發財 拜什麼神 他想出入平安 拜什麼神 這些應該有很多 也可以介紹給我們 家裡的觀眾 如果不像我們這樣 只想因緣的話 那你去到泰國 你還有什麼可以祈求呢 其實 如果我真正去介紹 一定是拜佛祖 佛祖是最大的一個 余來佛祖 余來佛祖 是泰國 他們叫做帕佩達州 就是最大的神 再讀一次 我確實沒有讀錯 去了第二個 帕佩達州 帕佩達州 就是佛祖 他們會覺得 佛的始祖 這是最大的神 而他給的力量 可能是四面神的力量 是他到來 像神的力量 所以其實先拜這個 拜這個 如果你開始清心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 什麼都有 其實我也很想問 佛達州 和我們認識的余來佛祖 是否其實是同一個佛 其實我會覺得地方不同 大家的文化不同 所繪畫出來的東西不同 其實都是同一個 是,我們都是歸一 是 大家如果真的有機會去泰國的時候 有不同的東西可以嘗試一下 但是呢 都是像中國人一樣 我們都要 行善 要行善 還有要拜最大的那個 謝謝Frankie 好,謝謝你 但不要亂擦潤唇膏 不要逆時撿 對 很多人都覺得你們都很好 美女、美女 都沒有這種評價 你在那邊插頭 是有的 可能可以去拍攝相當模特兒 不過一直都沒有去 直到今年才參加這個比賽 所以他們都說 可以,適合你 你去吧 那劇人是否支持你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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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在現場比賽中 是大專的校花校組 之前有想過自己有機會嗎 我真的不是說笑 我真的覺得是人生中 終於有一件事做得不錯 當然